现在时间七点整 说台湾的文化、文学、构织、宗教 也说台湾的物散和如油 希望大家一起来讨论台湾的未来 創造美丽的新台湾 谢谢大家的收听 中文字幕志愿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美国芝加哥大学国际关系的硕士 澳洲南威尔师大学的国际关系的博士 目前是台北医学大学的教授 他也曾经当过副总统的重要的知库的负责人 这本书由八旗文化出版所出版 张国成教授是发哥认识的好朋友 是我们客家辈中生代非常非常杰出的 国际关系方面的研究的专家 他做学问非常扎实 讲话也非常诚实 你从电视里面有的时候看到他出来讲话的时候 他的讲话简单明了你听都很清楚 但是他的学问很扎实 而且你看他讲话从来不轻易的动感情 呐喊或者他绝少这样 他是非常理性非常清楚的在讲事情 这本书美国的决断 是我们听众朋友念了以后一直要发哥好好讲 即使发哥早就买了这本书 也早就开始念 花了一个整个礼拜的时间 晚上都念到一两点 把这本书念完 把最重要的部分拿来和大家讲一讲 那么昨天讲了第一个部分 他的续 台湾人为什么需要了解美国 他讲到说 台湾人如果对美国不了解 可能会造成三个错误 第一个错误呢 你对美国的印象 会造成一个错误的和不完整的认知 第二个呢 你会对美国有过度的期待 什么事情都希望美国来帮我们解决 但是美国的国家政策不是这样子的 他可以替世界主张争议是对的 但是他有他国家的限制的范围 在法律上 在企业上 他有他限制的范围 第三个 如果我们不了解美国的立国精神 到现在形成的一些 基本的国家外交政治政策 我们就没有办法理解 下一步美国对台湾会采取 怎么样的一个动作或想法 好 美国做很多动作 他都是想好了 在适当的时机出所 发哥讲这样 你也许一下子听不懂 发哥本来不想讲 但是在某个程度里面 偶尔提一下 你去想一想看看 在这个疫病期间开始之前 马英九已经是一个退休的总统 但是他有一天安静过吗 他一天到晚在指导蔡英文总统 要怎么样和中国怎么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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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英九最起码发表了十几次 很离谱的发言吧 好在蔡英文总统啊 为了领导全民的合作呢 他也不吭声啊 偶尔有的时候回他一句话而已 好最近有一个消息出来了 很简单的消息 但是发哥一听就 一看了这个消息就知道怎么回事啊 美国国家的税务局通知马英九要来补税了 向美国补税了 好这个新闻很简 这个新闻很简单 但是马英九看到这个东西 接到这个讯息 他会怎样 你去想想看 你曾经是台湾的总统啊 现在美国那边通知你说 你在美国落税了 这个是什么讯号 好我就不再做一个另外一个解释了 你可能根本你 你以前当中华民国总统是骗来的 你不是台湾籍的 要不然你怎么向美国缴税呢 这个奥妙就奥妙在后面啊 你自己想想看啊 好接下来就要谈到说 美国在冷战的时期 美国对台湾的政策分几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是1949年以前 1949年以前是什么意思 1949年是国民党 在中国打败战被赶到台湾来啊 1949年国民党要推到台湾来以前 你知道美国发表了一个最重要的东西吗 叫做对华白皮书啊 对华白皮书里面就是 美国停止对中国的内战 介入到中国的内战啊 另外一个就是 他再也不会声援 这个中华民国 就蒋介石的这个政府 任何一点力量 因为他那边讲得很清楚啊 因为他是一个腐败的政权啊 好对华白皮书里面 还有隐隐约约谈到 蒋介石你退到台湾来 你没有凭据啊 台湾不是你的地方啊 等于就是美国在1949年的时候 完全和蒋介石是切开 所有的关系啊 再也不理你们中国 共产党和国民党之间的内战的问题了 你们自己去解决 在蒋介石来讲 这根本就致命的一级啊 那么后来什么事情改变呢 如果这个情形这样下来 蒋介石及时退到台湾 如果美国完全杀手不管 今天台湾可能被共产党占领了 什么事情改变了台湾的命运 是1950年接着 北韩向南韩进军 发生了朝鲜战争 朝鲜战争呢 中国又派出志愿军 去帮忙北韩 这个北韩的集市呢 可能会影响到整个太平洋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如果是台湾又被共产党占去 韩国又被共产党哪去的话 台湾被共产党占去 南韩也被北朝鲜的共产党占去 美国在亚洲最重要的根基地叫做日本 就不可能保得住 如果韩国日本台湾都被共产党占去 整个美国的势力就要从西太平洋撤退 也就是说美国算是二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 如果发生这种状况的话 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所得到的成果呢 等于要打打折打一把呢 他等于就再重新失去 他花了最多的生命 最多的经济 最大的国力来打赢的第二次世界大战 在亚洲的部分呢 整个就会落空 因为这样的结果呢 美国基于国家利益 国民利益 和世界公平的原则 为了阻挡共产势力呢 一直在继续南下 所以才和中华民国的蒋介石政权 签订了中美防疫条约 派出第七艺舰队航行在台湾 在这个过程里面 难道美国是完全对蒋介石制度 蒋介石的政府完全改变态度吗 我告诉你没有 这是美国两害取其轻的作法 也就是说他还是认为蒋介石的政权是腐败的 但是目前的紧急状态之下 蒋介石的政权不能被中国共产党消灭掉 隔着台湾海峡 美国无论如何还是要学谎台湾 重点在台湾不在蒋介石 但是台湾在战败国在日本战败以后 台湾已经解除武装 日本的军队也退出台湾了 唯一可以保护台湾的力量 就只有蒋介石的军队 所以美国不得不和蒋介石 订定了政府建议的协访条约 那么这个协访条约条约当然是救了台湾 但是对台湾人来讲 也带来另一种形式的灾难 蒋介石的势力 因为美国不能够失去台湾 所以保护了蒋介石政权 蒋介石政权就借机在台湾掀起白色恐怖 把台湾的任何力量反对蒋介石的力量 或可能反对他的力量 或者当初支持日本政府的一些知识分子的力量 全部消灭掉 还有蒋介石也从自己的内部 对他从中国带过来的军队 因为有些军队是被强迫带过来 拉夫带过来 蒋介石更明白的是 他的军队从中国撤退过来 就是仓皇撤退来的 而这些军队里面已经埋伏有太多的毁碟 所以他必须从内部肃清 肃清一个毁碟 他就冤枉了一百个好人 所以到今天为止我就想不通 真正有头脑的外省第二代第三代 他们到底有没有去了解这个历史 228当然是针对台湾人 但是白色恐怖是外省人受害的 不比台湾人少 28事件当然受害的绝大部分 95%以上都是台湾人 本省人 但是白色恐怖里面 外省人被清算斗争的比例很高很高 花贵在文件会的时候 就掌管这些白色恐怖档案的人 我要陈立伍 人群人群每一份都看过 到今代在左营建村里面 所谓的左营冰果市 它就是寻求的中心 凤山 凤山的这个通讯中心 就是当初的凤山招待所 你知道光那个海军案外省人被清算有多少人吗 2400多人呢 那2400多人 你们有一半是跟着国民党军队来到台湾 他的家家庭没有来到台湾的呢 他已经被国民党整死了 他大陆的家属还不知道了 这些案子到今天都还没有搞清楚呢 你知道吗 台湾人的部分把它搞清楚了 因为还有家属嘛 会出来诉说 他的爸爸被国民党什么什么 然后被枪毙在那里 最起码还替他爸爸收尸 最起码知道坟墓在哪里 那外省的这些呢 到底在哪里 不知道啦 很多还不知道啦 这些问题是我们一直没有解决的问题 那大家想 好,保护了蒋介石 但是美国和蒋介石的关系 始终保持着一种非常紧张的状态 因为蒋介石一直提防 美国 因为美国一直对蒋介石和宋美丽的政权的腐败 在中国的印象没有改变过 所以蒋介石整顿了几个重要的人 如果你还记得的话 在文官体系整顿了吴国珍 在军人的体系整顿了孙立人 这些都是蒋介石害怕 他内部的军人的势力更大 然后美国为了在台湾改良这个国民党的腐败 美国可能某一些力量都积极 想要支持吴国珍来接掌他整个行政系统的力量 而军人的系统方面 美国期待顺利的人来期待蒋介石 所以蒋介石就现效所为强 把可能的 其实他们没有反对的 没有反蒋介石的意思 但是蒋介石不管你是不是冤枉 就把我的心头大翻先拿掉 这就是这段白做恐怖的历史 但是我们从来都不知道 从来也不了解 从来也没有想要去平缓他 他就讲到这个时间 台湾不得不保护蒋介石的中华民国 整个世界开始进入到冷战的时代 冷战的时代以后 美国对台湾的主要态度是什么 协助台湾发展经济 用这个经济力量来支付他的军队的武装 来保卫住台湾 美国不希望中华民国 共和国 共产党有机会 对台湾发动攻台的战争 因为美国认为 如果中国对台湾发动攻台战争 美国不可能不卷入 卷入以后他要付出的代价 也相当大 但是同样的 蒋介石一直质疑要反攻大陆 美国也必须制止他 两个原因 美国为什么要制止 蒋介石的反攻大陆 第一个 美国认为这是天荒月坛 不可能成功 因为蒋介石在大陆的名声也不好 在中国大陆的人民也不支持他 要不然怎么会把他赶到台湾来呢 所以蒋介石要反攻大陆 这个是不可能成功 第二个 蒋介石如果去反攻大陆的话 美国也会被卷进去 美国不愿意卷进人家的内战 要发挥这么大的一个军队力量 经济力量 去帮忙蒋介石 而且他认为蒋介石 在道德上站不住 他不是正义的那一方 所以美国呢 杜洛斯这些国务群呢 也和这个中国的周恩来在一起谈判 谈判就是 唯一的条件就是 美国要支持蒋介石的任何的反攻大陆的行为 在这个前提之下呢 美国才得以呢 派第七舰队的台湾的海峡的巡护 保护台湾 中国共产党才不至于向他挑战 这个就是很多年轻人都不了解 美国为什么要支持蒋介石反攻大陆的做法 因为当时麦卡尔社在韩战的时候 他有一个疯狂的想法 南韩打到北韩去以后呢 他打算在满洲沿着这种北韩的 亚路江沿线丢八颗原子弹在那边 一方面南方就叫蒋介石呢 登陆到这个沿海 广东福建沿海 像两把刀一样插向中国大陆 给他一个 给中国大陆一个 两边都受敌的压力 但是麦卡尔社因为这样子的大胆的作战需求呢 把杜鲁门吓坏了 解除了麦卡尔社的权力呢 免得他呢 做出美国所无法承担的大胆的机动 好 从那个时候开始呢 美国基本上的政策 不准蒋介石反攻大陆 但是也不准中华人民共和国来 越过台湾海峡攻打台湾 在尼克斯当总统以前 美国对台湾的基本政策 基本政策呢 虽然他没有讲清楚 事实上就是支持海峡两边的中国 就是两个中国 两个代表中国 一个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一个是中华民国 美国没有讲明 但是他的国务院的档案就清楚的说明 那个时候美国的政策 冷战时代 就是两个中国 要不然说得更明白 就是一个中国和一个台湾 但是他没有讲明 但是他的做法 所有的做法 就是朝着海岸两边 两个中国和一中一台 在这样的状况之下呢 本来美国可以安全的保护台湾到底 后来发生了大的变化 这个变化就是尼克森和季辛吉呢 改变了整个亚洲对中国政策的局势 这个差点让台湾再跟斗 那原因在哪里呢 来一会儿去吃饭了 各位听众朋友 我是五金发哥 发哥今天介绍 美国的决断这本书 张国诚教授所写的 台北的八旗文化出版社出版 好 这两天介绍张国诚这本书的序 他张国诚教授自己写的序 台湾人为什么要了解美国 好 现在讲到一个目前非常重要的问题 在尼克森当总统以前 美国是暗中一直都在支持的 两个中国和或者说一中一台策略 虽然没有讲清楚 但是他所有国家的决策 国务院所有的资料 美国在做的就是这件事情 就是承认海峡两边 中华民国政府和海峡那边的 中华联盟共和国 如果你要说是一个中华联盟共和国 和一个台湾也对 美国没有直接写明这个东西 但是他采取的就是 海峡两岸有各自的政府 但是不讲清楚 但是到了尼克森和基辛奇 制定了大战略 要联合中国去把苏联施压 让他解体 那么这个战略 其实美国在传统上 都是沿袭欧洲 从18世纪19世纪以来的 所谓战略平衡关系 战略平衡关系就是 欧洲的强国 比如说德国或英国 他们经常对抗的时候 英国对抗华国 英国对抗德国的时候 他们会拉对方另外一个国家 来对付另外一个国家 二加一来打他 一般来讲三角关系 三国演义三角关系 他会联合那个比较弱的 去打一个比较强 为什么是这样 如果他联合更强的 打第三国 那个更强的打赢以后 会回过头来反咬他一口 所以你想想看三国演义 不是东吴联合刘备来打曹操吗 如果是东吴 到后来刘备占据了四川以后 如果东吴联合曹操来消灭刘备 三两下就消灭掉了 但是东吴为什么没有 没有去联合曹操来打输国 因为东吴知道 如果我去联合曹操来 先消灭刘备的话 接下来我会被消灭 如果不是刘备那么盲动 去攻发这个东吴 这个市局三国鼎立还会更久 尼克森当时的想法 联合中国对付苏联 但是联合中国 中国有一个坚持 就是你不能够承认中华民国 联合国里面 中华民国的代表席次要拿掉 换我们去代表 我们代表一个中国 美国的未来在道义上 他还有责任 他要去联合中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 共产党对付苏联 这是他的大战略 但是美国本来就有 暗中支持一中一台的 这个政策在执行的 在道德上他也是如此 所以尼克森金星旗 做这件事情以后 他底下是在愿做什么 中国共产党取代中华民国 成为联合国的费员国 然后取代他的常任理事国 但是他们花了很多的力量 去说服台湾的蒋介石 两个加入联合国 也就是说 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入联合国 取代中华民国的理事 这个常任理事国的位置 台湾用另外一个国家的名字 加入联合国 你用中华民国台湾也好 或者直接用台湾也好 加入联合国 变成双重责任 那么这个是美国当时 花很多力量去努力的 这个国务院解密档案也写得很清楚 美国想尽办法要说服台湾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 中共加入联合国同时 台湾也另外一个名字 去加入到联合国 变成双重代表 但是蒋介石坚持不要 美国想尽办法坚持不要 但是蒋介石坚持说就是一中政策 我中华民国就是代表中国 我这个没办法妥协 那国际局势 他才不管你蒋介石 你能不能接受 你既然坚决认为 你是一个中国 但中国那边的共产党也认为 他代表中国 那就只有一个中国 那中国共产党在联合国 取代你蒋介石的中华民国 你中华民国就是没有啊 你就不是联合国里面的会员国 你就退出啊 这个事情反而给 尼克森和基辛吉 本来对台湾还有道德的劝求感 现在你蒋介石坚持 你要中华民国代表中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共产党也坚持 他要代表一个中国 那么一个中国政策 变成你们海峡两岸的两个政府 都坚决的同样的主张 美国立国的精神 我不干涉你的内政 既然是台湾和两边的政府 都声明你们是一个中国 我干嘛干涉你呢 所以这个一中政策 就整个把台湾框死在那里 变成到最后这个一中政策 就变成中华民国 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内战 没有结束的议题啊 那在美国人的国家政治的决策里面 你们一中政策 中华民国蒋介石喊出来的 和中华民国喊出来的 都带有非常浓重的内战的情绪 就对方要消灭对方 美国想既然你是内战情绪呢 我美国是不干预人家 国和国之间的内战 所以呢 这个美国呢 依据他的传统的道德呢 他不违背那个契约精神 美国会在乎的是 如果台湾是一个国家 美国台湾也自称自己是一个国家 那么中国共产党 中华人民共和国 如果要侵略台湾的话 就是一个国家在侵略另外一个国家 美国基于道德原则 和道德的判断 外交判断的传统 美国会查所干预 但是台湾坚持说要一中政策 中国共产党知道 美国有这个传统 如果呢 我们坚持中华 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 我们共产党坚持一中政策 台湾的蒋介石那边 蒋经国那边也坚持一中政策 好 美国的传统 他就没有责任去干预你这个内战的一中 到底哪一个代表一中 所以共产党早就看穿了 这个情势发展下去 蒋介石蒋经国这个发展下去 台湾这个稀落就掉 我现在急着要把美国拉拢到 和中国在一起 所以他知道美国最后会这样的 所以就在上海公报 就故意承诺说 我们会和平解决台湾的问题 也就是向美国保证 在一中政策之下 海峡两岸的台湾和中国 两边的中国人 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 因为这样 美国不得不放弃 他的一中政策 因为你们两边都讲你是一中 所以到今天为止 很多人在骂 台湾是一个独立实体的一个政府 总统也是人民选出 他明明就是一个国家 中国也是一个国家 你为什么美国不帮忙我们 来厘清这个关系 美国你还是在很多地方讲话的时候 还是在讲一中 一个中国政策 台湾属于一中 美国的传统的想法是 这是你们家的事情 你们两个人都说你要一中啊 指一指到川普 美国政府才跳出来说 台湾根本就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 蓬佩奥讲这个话已经讲到满点了 但是这个话本来就是台湾人的台湾自己人民 台湾人民自己要向国去讲台湾就是一个国家 台湾不属于中国 这是台湾人最需要讲的一句话 但是我们自己不讲你要讲美国替我们讲 那怎么可能呢 那就是我们对美国立国的精神不了解 美国永远不可能帮台湾讲说 你们是国与国的关系 这样的关系必须要由中华民国选出来的总统 自己大声的讲 那从李登辉开始到阿扁开始 他们也都知道这个窍门 这个地方如果我们不把和中国割让清楚 台湾迟早有一天要面对一个非常不利的国际环境 所以李登辉才踏出一步讲说 台湾和中国是特殊国与国关系 不是内战的关系 同时在法律上呢 也绘制了勘难时期的条例 表示说勘难时期 以前蒋介石所讲的要反攻大陆的政策 到今天结束了 中国政权和我们没有关系了 我们也不想管他了 李登辉在他的认识上 他只能做到这样了 因为那个时候还有太多 旧的国民党的意思还没有转过来 好到最后到了 这个陈水扁总统的时候 就讲得更清楚了 海峡两边一边一国 最近讲得很清楚了 但是这边这国台湾要叫什么名字 中华民国这个国家国号要不要拿掉 中华民国的宪法在这里实行的东西 这条文要不要拿掉 这些手续在陈水扁的任上也没有完成 只是陈水扁总统很声明 像国际声明说 海峡两边一边一国 当然这个付出的代价也很大 好那么到了蔡英文总统的时候 就是中华民国在台湾了 然后再进一步就是中华民国是台湾了 那这个呢 离开这个一边一国呢 也有多久等于啊 也就是到目前为止 这个问题都还没有理清楚 你们自己台湾和中国之间都没有理清楚 美国以他的外交政策的历史的传统 200多年的传统 你们自己没有讲清楚的事情 美国不可能代替你去讲清楚啊 这个和美国的立国的时候的精神有关系啊 美国自己向英国争取独立的过程 也是经过很多扑扯努力 到最后英国派出军队在波士顿压制台湾 这个美国的这个军人 美国的这个贸易商啊 把那个茶叶丢到波士顿港以后 英国派军队去镇压 美国才宣布我是一个我是一个国家 我要脱离英国独立 是美国人亲自把嘴巴讲出来 才变成美国要争取独立 争取独立等于就是宣布呢 我们和英国是一边一国 这个一边啊是大西洋的一边 这个话是我们美国人自己讲出来的 那你台湾人自己不讲清楚 美国要怎么样帮你讲清楚 美国不可能去帮你讲清楚 这个事情要你台湾人自己去讲清楚 好 台湾已经往这条路上一直迈进一直迈进 虽然是迈进的脚步比较慢 但是事实上就是一直往那里迈进 但是好 发哥要提醒你们 现在为什么马英九 为什么赵少康 为什么国民党的人到现在 包括江启臣也不知道谁 老是要绕回到九二共识 九二不是共识一个中国了 他明明知道九二没有共识 九二共识里面也没有谈到一个中国 他为什么一直要谈这个 因为国民党的马英九也好 赵少康也好 江启臣也好 或者是联系们他们更知道 只要台湾不能够离开这个魔咒 美国就不可能去干涉你一个中国的问题 因为他只要坚持九二共识一个中国 台湾就脱离不了内战的情绪 内战的情绪是美国不方便干涉的 如果是变成台湾是个国家 中国是个国家 双方台湾人很坚定的讲出来 那中国共产党要打台湾的时候 就是国家侵略国家 美国预计他立国的精神 他一向处理的国家的外交政策的问题 那是一个国家侵略另外一个国家 甚至在联合国的常例里面 也不得不处理这个问题 所以关键的尾巴 还是台湾人你到底要怎么主张 到底要怎么讲 如果你还是主张 还是搞不清楚 不把它搞清楚台湾是个国家 中国是个国家 不论你用什么方法讲 用什么时候讲 这个答案就是 美国不会为了在一个中国之下的争论 把断然的就大量的武力的解论 我们必须有这个醒悟 当然也有人讲说 中国如果对台湾发动武力攻击那一天 就是台湾宣布为独立的时间 但是发哥觉得 那个时间可能太晚了吧 当然我们要往这个方向去走 这个路线往哪里走 一步一步讲到什么程度 在什么时候讲到什么程度 台湾人要心知肚明 很清楚 台湾属于自己海峡 另外一篇独立的国家 这个声明 无论如何要讲出来 你如果不讲出来 美国是不方便 以他的外交观点是不方便 来过于干涉 那你要期待美国去帮你讲出来 美国永远不会自己帮你讲出来 虽然他的倾向是 希望是这样 但是他不会替你讲出来 这个话要你自己讲出来 张国诚到这本书的结尾是说 美国的决断 这本书绝对是适合台湾每一个人来阅读的 从这里面 这本书里面 你可以看到美国的外交历史 美国对任何一个国家政策的干涉 都有他从立国以来 形成美国的精神里面 都有痕迹在里面 台湾到底能不能走到水穷处 坐快云起死 那就看台湾人自己的努力 美国帮助台湾的方法当然很多 但是他不会只有一个选择说 所有的军队帮台湾出兵到台湾来住房 然后对中共打仗 他有各种办法 发哥讲过开始 他可以把最好的武器给你台湾 在紧急的时候 但是他必须是台湾的军人 台湾的国民 有坚强的对抗中共的意识 在这样的之下 在某一个程度的时候 美国才可能 掀距日本和美国的安保条约 把台湾纳进去 变成他保护的一个地方 美国会不会出兵 这个是要深刻去思考 但即便美国没有马上出兵 台湾也应该拥有美国最先进的武器 而台湾的政府 台湾的国民也要领悟 我们要编更多的预算 训练更精良的军队 来保护自己的国家 这才是第一步 我们台湾人要做的地方 那第二步 日本和美国的加入 因为世界局势越来越明朗 中国和美国的对峙 越来越强烈 美国来台湾帮忙 这个是一定是会来 来多少的力道 来多少的人数 那就看你台湾人怎么做 自己才是最可靠的 自己如果不表明 要等待别人来替你做 那是永远不可能的事情 个人如此 国家如此 社会更是如此 花哥呢 再来继续把这个议题呢 分好几天来把它讲完 谢谢你收听 下期再见 拜拜 快到台湾 警察武汉 快到人报榜 首 omega 4 во人вол瞳 外nik 把别能加一报 长혀 和音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